2018年4月 考古人员在贵州问安一座不大的明代古墓里 发掘出了一具保存完好的红色棺果 让人惊讶的是 这具棺果上不但有一套完整的八卦图案 还描着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 难道说问安如此偏僻之所 还会有一座明朝的皇家墓葬吗 这个发现让考古人员是精神大振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他们继续在周围进行的发掘和清理 结果这地底下又冒出了一具猪红色的棺果 新出土的这具棺果跟第一具大小差不多 也是猪红色的漆皮 棺盖上刻着完整的八卦图案 不同的是他的侧板上画的不是五爪金龙 而是一对栩栩如生的疯 盖板取了以后 他左侧板还是能看的 基本上还是保存一下的 很幸运还是保存一下的 这个都能看的 八卦还露出一点 在他的中间的最核心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绘了两个就是凤 双凤朝阳的一个图案 这是一个太阳的一个图案 皇帝皇后吧至少也得是王爷王妃什么的呀 没有白费啊没过两天泥土里边就陆续出现了各种 头的正中嘛应该插的有这样一个花柴 在这个花柴的正面应该镶嵌有一些宝石 我们看到这个花柴的正面是很漂亮的 然后镶嵌有红绿的各种宝石 有大有小很精美 然后它这个 这个是一个它的外面是相对有金的 这个我们叫金碗 然后在这个宝石是镶嵌在这个里头的 经过清理之后 这只金花柴的更是珠光宝气熠熠生辉 一看就是宫廷里才有的宝贝 从两具棺果的泥土里 考古队一共清理出了二十多件随葬品 数量不算多 但渐渐非金即银相诛献欲 绝不是普通有钱人能用得上的东西 这些随葬品进一步证明了 牧主人身份是非同寻常 不但有钱 而且应该跟宫廷还有关系 那么他们到底会是何方神圣呢 遗憾的是 随葬品里边宝贝不少 却没有印章牧制名之类的东西 所有随葬品的上边也没有任何的名文 牧主人的身份 一